國民黨開始縮了 縮掉了 好不好 普通三法大概國民黨 都過復婚起一個人的事情 好不好 當然這邊會有一些肢解 但我們重點還是回來 回來這個柯文哲跟黃國昌 其實蠻好的 你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會談柯文哲 不是柯文哲不想被我們談 是因為柯文哲被取代了 那我們要解釋一下柯文哲被取代 那就要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 柯文哲知不知道黃國昌幹了什麼事情 我們討論黃國昌的時候 柯文哲是黃國昌的附水組織 對 怎麼可以 可是這裡面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陳志涵沒有盡到責任 黨團主任你不知道 當然是陳志涵的責任 我跟你講 那天講黃國昌三法的時候 柯文哲曾經講一句話說 民眾黨沒有跟國民黨一起提案 那個是國民黨的 甚至我可以講說那是 政府院長領銜提案 三個裡面有兩個是政府院長領銜提案 柯文哲可以大聲講說 民眾黨沒有跟嘛 就被人家翻出來啊 在修正的時候就跟了啊 五月四號就跟了 在修正的時候就跟了啊 這誰的責任 當然不是黃國昌啊 是陳志涵啊 黨團主任啊 這時候為什麼要幫黃國昌開脫 這就是第二個重點 陳志涵也會倒戈啦 陳志涵還沒那麼快好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給他一點時間 就是英雄不吃 刺食物者為俊傑 好不好 不要吃眼前虧 好 可是關鍵還是回到一個事情啊 柯文哲的能量 怎麼會被黃國昌壓過去 對啊 你剛剛不是在看直播嗎 我直接跟你講 柯文哲很不適合直播 柯文哲什麼時候最紅 不小心犯錯鬧笑話的時候最紅 可是不小心犯錯鬧笑話要怎麼做 要剪短影音啊 後製 要後製 對 好 那你在看黃國昌的時候 黃國昌不管你怎麼講他 我們這 我個人都要有任何意見都不重要 昌粉永遠在那裡 對 為什麼 黃國昌已經把自己鍛鍊 訓練到自己很適合直播 而且他不需要像是去騎車 也不需要後面有很多的這個聲光效果 很多的背景 他就一個人就可以直播 他一個人對著鏡頭 哪怕你看不到臉子 看到他兩顆眼睛在立法院的時候 照樣可以直播耶 人沒有減少喔 他如果黃國昌今天心情好一點 在那時候立法院不是打來打去嗎 黃國昌不能上去打啊 為什麼 我那俊俏的眼睛怕被打到 我跟你講 連他講我俊俏的眼睛 大家都買單啦 那幾萬人都買單啦 好啦 這個在告訴你什麼 時代不一樣 直播時代來的時候 柯文哲就不行了 再舉個例子 柯文哲有沒有試著要直播 他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啊 他跟吳怡軒不是有直播嗎 對啊 你知道吳怡軒那個樣子 那個直播能看嗎 小白兔與大眼狼 還是什麼 老師跟小學生 跟他的小老師 那個直播那樣子就完了嘛 我覺得都沒有在批評他啊 我現在只是在告訴你說 時代不一樣 這個時代一直在進步嘛 當然我進入到直播 直播的時代的時候 你就看黃國昌起來了嘛 柯文哲怎麼壓得住 柯文哲現在還可以講講黃國昌喔 對 一年以後你再看看 怎麼講 黃國昌會越滾越大耶 所以 柯文哲跟崔貝奇在那邊 不好笑嘛 不好玩嘛 對 我看你們兩個在那邊幹嘛 你在鋁浴潭 然後呢 還有他們今天還有去餵草泥馬吃 然後他還說草泥馬皮膚病 就這樣 對啊 以前 以前柯文哲的幕僚會怎麼 會幫他剪接 可以去頭去尾 只留下那個最好玩的 對 你仔細回想幾年前的柯文哲 剪出那種花絮感嗎 對 這當他 因為當時台北市長有資源 請了幾人嘛 市政府裡面就可以站 就安排幾個位置嘛 所以幹嘛要搞 搞個基金會 沒人你知道 好 可是提醒柯文哲 還不是你設基金會問題 是你基金會設立的宗旨 你不要到時候基金會設立的宗旨 跟他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 你那個是公益基金會 千萬不要變成政治公益基金會 那就會 好 今天柯文哲要感謝我們 因為我們給他再次帶來討論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 上一部 好 刻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支持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 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 你下午的下午後 想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你下午後 真是 我以為你下午後 你們下午後 你下午後 你下午後